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的国际舆论称 自广岛长期被毁后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新中国一样临近核威胁 百废待兴的国家 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安全 主权和尊严呢 就在这种紧张的国际环境下 中国被迫做出了发展核武器的战略决策 1955年1月15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决定发展中国原子能工业 1958年2月11日 具体领导中国核工业发展与核武器制造的第二机械工业部成立 著名科学家前三强任副部长 从上任一时 他就筹眉部长 国家急需发展原子能工业 可是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上哪儿去找主持这方面工作的科学家呢 虽然当时已经有很多科学家投身到相关的研究当中 但大多是物理学家 空气动力学家 材料学家等 真正的核物理学家却没有几位 就在前三强一筹莫展的时候 邓家仙进入了他的视线 邓家仙1924年出生于安徽淮宁县一个书香门地的家庭 父亲邓一哲是当时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的文学院教授 他的言传身教对邓家仙的成长产生了巨大影响 1937年7月 日本侵略者强令北平的学生游行庆祝 邓家仙出于爱国之情 将日本旗帜踩在了脚下 结果招来杀身之户 邓家仙的父亲 果断地让大女儿带着弟弟邓家仙逃离了北平 在邓家仙离家之际 父亲特意叮嘱他 为了祖国的强盛 你要立志学科学 将来报效国家 1941年17岁的邓家仙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 1948年邓家仙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 在物理系读研究生 新中国成立后 邓家仙下定决心尽快回国 他仅应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普渡大学的博士学位 这也成为了一个传奇 当时只有26岁的他 也被人们称作娃娃博士 而这个娃娃博士所写的毕业论文 《刀河的光智蜕变》 正是当时很热门的研究题目 可谓前程似锦 取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 邓家仙就登上了轮船 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实践了自己两年前离开中国时许下的诺言 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 我学成后一定回来 由此邓家仙成为了前三强挑选的第一个人才 1958年8月的一天 阿尔基部副部长监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前三强 将当时在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邓家仙 叫来自己的办公室 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 前三强用略微有些幽默感的话语问道 家仙通知 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 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 这句话让邓家仙吃了一惊 他立马就明白了 国家这是要造原子弹 少年时的邓家仙曾亲眼目睹中国是如何被侵略者欺负 他深刻地明白国家的强盛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事情 他虽然一时想不清楚 但是很快把这件事给答应了下来 服从了组织的调动 这一天夜里邓家仙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突然一下子坐了起来 他对身旁的妻子许露希轻轻地说了声 我要调动工作了 我问他调哪儿去 他说不能说 我说去干什么 不能说 我说你到了那地方把信箱的号码给我 我给你写信 他说不能写信 不能通信 他说这个家以后都靠你了 他说我的生命就献给将来要做这些工作了 他这句话说得非常坚决 他说如果做好了这件事 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很快邓家仙就被任命为 中国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 那时候除了组织以外 没有人知道邓家仙究竟在哪里工作 具体在做什么 他白天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 晚上神秘地回家 严格的保密纪律 完全改变了邓家仙的生活方式 他从此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 没有公开做过一次学术报告 甚至亲友间的聚会也有意避开了 其实在原子弹研究初期 邓家仙他们是由苏联专家帮助的 1957年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 苏联表示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 中国用农产品交换苏联的原子弹教学模型 和图纸资料 中国人对此充满期待 希望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缩短研制周期 但是很快 事情就发生了改变 1959年6月20日 苏联致函中国 说他们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 正在日内瓦进行谈判 而谈判内容则是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 因此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 和图纸资料 撤回所有援助的苏联专家 失去苏联援助 给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无疑造成了巨大困难 刚刚起步的中国的核武器研制项目 究竟如何继续呢 毛泽东主席说 我们可以自己试一试 核武器的研制是环环相扣的 它牵涉到很多的部门 如果说原子弹的研制是一条龙的话 那么理论设计队伍就是它的龙头 理论设计进行的好坏 将关系到原子弹各项工程设计的成与败 中国决定自力更生 自主研发原子弹 作为中国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 邓驾先肩上了弹子到底有多重 我们现在难以体会 但在当时一穷二白 一无所有的新中国 要自主研制谈何容易 当年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科研队伍里 至少有14个人是诺贝尔奖得主 而邓驾先所带领的团队只是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 在当时团队里许多年轻人对核武器技术一片空白的情况下 邓驾先决定边学边教 他晚上备课 利用白天科学研究的空隙 给年轻人补习专业知识 就这样邓驾先带领理论部的科技人员从头学起 由于当时的书籍和资料都是外文 并且只有一份 邓驾先只好先组织一个人阅读 大家翻译 连夜印刷 再集体学习研究 这是一曲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 也是邓驾先最喜欢听的音乐 尤其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有一天 许若熙突然发现 他换了一首曲子 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 这种音乐他平时很少会听 强有力的音符不断地从唱机里传出来 此时 许若熙能够感觉到邓驾先内心极度的不平静 直到多年后 许若熙才知道 正是在这一天 邓驾先找到了中国原子弹的主攻方向 方向确定之后 一个更大的难题摆在邓驾先的面前 寻找制造原子弹的一个关键参数 当年苏联专家撤走时 曾留下过一个参数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就是这个看似对我们有所帮助的参数 却给邓驾先他们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为了验证这个参数 邓驾先带领理论小组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夜以继日 进行了上万次的方程式推算 然而当时计算机很少 速度又很慢 设备落后不说 工作条件也十分艰苦 回忆起这段往事 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办公室主任的胡干达 至今难忘 晚上就睡地板 轮廓放大仪 是吧 24小时干了 你要得及时不容易啊 开始理论坛说的时候啊 九所在这方面 经过了很多困难 就在重重挑战之下 邓驾先带领科研人员 用几台简易的手摇计算机 甚至算盘进行演算 大家三班到夜以继日 一个内容进行九次计算 历时半年多的时间 装草稿纸的大麻袋 堆得和小山一样高 然而无论理论小组如何计算 结果都和苏联专家留下的参数不吻合 难道苏联专家留下的参数 只是随口一说 对于这段往事 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的胡思德 至今记忆深刻 我们要算上一个模型 上万个数据 用这种计算方法算的话呢 一个错 它就要给它传染 一下子把错误带到里头来 整个计算就全都作废 经过大家对每一个数值 反复计算核对后 理论物理历史物理学家周光照 做了细致分析 他用热力学的基本定理 论证了苏联专家给的这一数据有误 确定了邓稼先带领的理论小组 得出的参数 才是准确的 从而扫清了中国自行设计道路上的 蓝路虎 终于关键性的参数被确定 整个核武器研制的龙头昂起来了 数学家华罗庚说 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 好不容易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 然而邓稼先并没有迎来片刻的喘息时间 一天 许如希下班回家 发现丈夫邓稼先竟然破天荒的 比他回来的还要早 但是 他还没有来得及高兴 就发现丈夫已经打包好了行李 这是要去哪里呢 又要去多久呢 面对许如希的问题 邓稼先不能正面回答 他只能说 这次出差可能会很久 果然 自此一别 夫妻俩就聚少离多 更加先要去的地方就是这里 位于青海省海北藏独自治州的金银滩 1958年秋季金银滩草原 近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变成了军事禁区 不久 这一片区域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中国核武器研制基地 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基地 知道的人寥寥无几 1963年2月 邓稼先和他的小组转战至青海金银滩 在海拔三千二百多米的高原上 空气稀薄 乌双期很短 生活上十分困难 回忆起这段往事 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的胡仁宇 感触很深 因为室舍没有搞好 没地方住 他们工作人员起来都住在帐篷里面 都还在帐篷里面 条件非常艰苦 从这里来讲是非常艰苦 但那时比工作环境更严峻的 是紧张的国际局势 1963年 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订条约 禁止大气层核试验 意在阻止中国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一方面有来自国际形势下的高压 另一方面 当时由于保密原因 国外不发表核材料的状态方程 国内还不具备试验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 邓家仙带领科研人员通过推算和巧妙链接后 给出了满足原子弹理论设计需要的状态方程 最终确立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框架和构想 扣开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大门 1964年10月16日凌晨 按照邓家仙等人的设计 而制作的原子弹装置 被吊装送上102米高的铁塔 下午14点30分 各项准备工作完成 此刻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哑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下午15点整 五 四 三 两 一 起步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很快 原子弹在中国成功爆炸的消息 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 杨振宁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他也是与邓家仙一同长大的好友 少年时的二人常常在一起 盘玻璃球 打墙球 比赛爬树 此时远在美国的杨振宁 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1964年中国爆了第一个原子弹以后 立刻美国的报纸上就有种种的报道 说是哪些中国的物理学家参与了这件事情 我一看上面就有邓家仙的名字 而且是说邓家仙是主要的人物之一 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国访问 他开列了在北京要件的人员名单 第一个人就是邓家仙 这个时候杨振宁一直有个问题想问邓家仙 但却一直到他要上飞机前才问出口 邓家仙接到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后 连夜写信告诉杨振宁 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 完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杨振宁看到这封信后激动得潸然泪向 送走杨振宁 邓家仙又回到了他常年奋斗的核弹研制第一线 参与核武器研制的多年里 跟他工作过的同事都曾经受到邓家仙的照顾 科学研究始终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可是面对任何危险邓家仙都冲在前面 1979年的一天 邓家仙正带领了同事们进行一项试验室 谁也没有想到突然发生了意外 一枚弹头从空中摔了下来 为了查找原因 必须有人进入试验区域 找到这枚弹头并查看情况 危急关头 身为院长的邓家仙不顾个人安危 坚持自己进入事故发生地 邓家仙说 谁也别去 我进去吧 你们去了也找不到 白受污染 我做的 我知道 他一个人走进了预判的掉落地区 当他找到这枚试验弹 仔细检查后 邓家仙悬着的心 才放了下来 走出来后 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平安无事 何试验的难题 被邓家仙带领的科研团队 一个个攻克 可是日夜操劳的邓家仙 却倒下 1985年 61岁的邓家仙回到了北京 但这时他的生命 却已逐渐走到了尽头 直肠癌晚期 分离二十多年 许露希终于等到丈夫回来 而丈夫却躺在了病床上 一直到1986年6月24日 邓家仙隐姓来名 二十八年的身份 第一次被揭开 人们才逐渐开始知道 这位两弹元勋 此时邓家仙躺在解放军301医院 住院的363天里 他动了三次手术 363天里 他一直疼痛不止 止疼的针从每天一针发展到 一小时一针 全身大面积溶血性出血 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 所有人都已束手无策 其实躺在病床上 占据他脑海全部的 仍是中国的核武器事业 他并没有停止工作 体内在不停地出血 疼痛难以忍受 邓家仙坐在能减缓压力的橡皮圈上 和老搭档渔民等人 写下了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 这份建议书直到今天 都对中国的核事业 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他做完这事以后 他跟我说了四个词 我死而无憾 在邓家仙生前 中国进行了三十二次核实验 有十五次是他亲自参加或指挥的 邓家仙隐姓埋名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的默默无闻 换来了中国在世界上 响当当的大国地位 一九八五年六月 他病危时 杨振宁先生到医院看望他 问道 您研究原子弹成功之后 得到了多少奖金 他才平静地回答说 原子弹十远 清弹十远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邓家仙叮嘱身边的人 最后的一句话是 不要让别人把我们落得太远 而在他生前 当组织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时 邓家仙提出的最后一个请求 是去天安门看看 他最后就是那次到那个北京天安门 那个鱼香最深一点 就是他我的天安门 他说中国再过一二十年 他会发生很好 他多么希望你在乎 他还现在很有很多事情要做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七日 邓家仙在病房被授予全国劳模的奖章和证书 这是七五计划期间的第一个全国劳模 十二天后 邓家仙因为全身大出血去世了 享年六十二岁 那天徐露西在病床前放声痛哭 二十八年的等待 为何最终相居的时间又这样短 隐姓埋名二十八年 邓家仙将自己的毕生经历 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核武器的开创和发展事业 我对于邓家仙的为人非常认识 我猜想假如他要再走过这一生的话 他还会选择同样的道路 邓家仙的一生是短暂的 可是又是辉煌的 六十年来 他曾工作过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完整地保留着邓家仙的故居 昔日与他一起工作的老同事和新来的年轻人 时常也会来到这里 缅怀这位为新中国核事业奉献了自己一生的 功勋卓著的科学家 缅怀这位曾经的老院长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科学家 在邓家仙精神的经历下 必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全力满足国家安全战略需要 确保了我国自卫和威慑能力的 持续有效可靠 人类最终要消灭核武器 但中国不能没有邓家仙 中国不能没有核武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